現在社會上很多人都在說那個2元乘車 主席,我去理解這個2元乘車 其實不是單純是局長的福利政策 它是鼓勵我們的老人家 多點外出、多點社交 多點跟家人聚會 這2元乘車其實是幫了很多老人家 去擴闊他的生活圈子 局長,你去探望很多獨居的長者 如果他是在社區裡面很活躍的 長者很精靈的 打麻將也很聰明 如果他不出去社交 天天只困在家裡的四面牆 基本上就會比較呆滅 所以那2元乘車 其實是鼓勵長者 出去多點接觸社會 對他的精神健康有很大的幫助 而且也幫助你在醫療上省不少錢 我看到局長不斷點頭 所以這2元乘車是一個非常好的德政 當然我們會看到有很多濫用情況 這是不爭的事實 但是有哪個公共政策是沒有濫用的呢? 局長,你的縱援政策有很多濫用 是不是因為有濫用而要取消的縱援政策呢? 不是的 我們要堵塞 我們要舉報濫用的情況 正如現在2元乘車是有濫用 我們應該堵塞濫用的機制 令到那個機制運作得更加好 讓我們的市民都繼續有這2元乘車的優惠在這裡 第二個就是社會上都會說 這2元乘車一年都花我們特區政府100億 是不是這樣呢?主席 我最近看了一篇報道 他是這樣說的 2012年去到2012年那10年裡面 2元乘車加上殘疾人士公共交通開支 花了多少錢呢? 10年花了91億 就是說一年其實花了9億多 哪有100億這麼多呢? 而今年政府的財政預算裡面 預給這些老人家2元乘車是多少錢呢? 30億 其實你會看到 跟我們現在坊間說 一年要花100億那個數字 其實差很遠 所以我很希望借這個機會都澄清一下 不要讓我們的老人家 本來可以很開心地出去見一下他的孫子 去逛逛探一下老友記 因為沒了那2元 他就天天都屈在家裡 天天都不敢出去 變成本來很精靈的 個個都變成一塊飯 就坐在家裡 到時候局長你要做的安老政策 可能就更加麻煩 更加困難了